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身纤维的激励感与我们新疆的地理风貌和人文风情特别的贴合 那时我就想进一步研究 了解 传承林荫桑皮质 从此我就踏上了探索桑皮质文化的道路 桑皮质古称汉皮质 原子中原特产于西域 承载了丝绸直落千年的文明 堪称我们中国造枝树的活化石 制作桑皮质 这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工序有四十多道 制作过程累计需要半个多有的时间 2013年 我第一次深入桑皮质之乡 和田沃玉县调研学习 桑皮质是我们中华文化在天山南北传承的见证和载体 我越发感受到桑皮质的传承保护 推广离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新疆国画院先后邀请了全国近千维知名的书画家 走进新疆 用桑皮质创作中国画 逐步将桑皮质与我们中国画新疆文化旅游完美结合 桑皮质在江南外美术界和文化界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和交流 这些年来 我们先后创意推出了桑皮质的中国画 桑皮质的农民画等美术展览项目 又研发出了二十多种桑皮质衍生文创产品 比如说 桑皮质团善 桑皮质折善 桑皮质抬单钟表 桑皮造纸体验包 桑皮质邮政明信片 包括笔记本等等 使桑皮质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也让桑皮质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通过我们的努力 桑皮质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 许多人都使慕命而来走进桑皮质之乡 近几年来 我们也带着桑皮质上的中国画和桑皮质 衍生文创产品 走进文博会 走进我们大众小学 走进社区 保住大家了解和认识我们身边的非物种文化遗产 共同来传承保护我们新疆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当下 桑皮质必须走向市场 实现光虚两望 这么古老的记忆才能绽放出新的魅力 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和保护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大家共同探索 携手努力 打造千年不褪色的新疆礼物